近日,据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称,美国空军的一架B-5二空炸机日前从魅鱼关岛的基地起飞,对中国南海和东海进行了巡航, 期间,还有日本的战机进行和短距离的护航,这是日本战机首次在南海为美战机护航,彰显了两国对这一地区军事平衡的主张。 不仅如此,美国军方还高调宣称,巡航南海将作为美军定期操作任务的一项,以后会定期出动战机巡航,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美国,在国际公共空域巡航的决心。 此次美国战机的巡航,已经是本周内的第二次,也是本月的第四次。 很显然,美国是在向我国秀肌肉,更是为周边的美国小弟打气,让他们看到美国力量的存在,可以放心大胆地对抗我国。 此次巡航,与以往不同的是,当美国战机抵近东海时,日本的三架F-15J战机,为其进行了护航,其一度抵尖了钓鱼岛附近。 而这一次,我国的对于美军空架机的巡航也不再忍让,去美国方面消息称,其空架机在南海上空时,被中国岛礁上的防洪雷达锁定。 而且还有数架中国战机,一直半飞起美日战机左右,先后八次使用无线电,对其进行警告和距离,美军不得不提前终止了巡航任务,返回关岛基地。 最近的一周,中美两国之邦的关系越来越紧张,先是美国以我国购买俄罗斯S400,没理由制裁我国装备发展部。 随后我国取消的海军司令员访美日程,并宣布,推迟两国联合参谋部对话,拒绝美国军舰停靠香港的要求,最后再到美军轰炸机与某国战机对峻事件。 就一些烈动作都表明,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,已经发展到了军事上,对此,我国网友纷纷评论称中国不想战,但也从不怕战,几十年前在朝鲜都能叫美国如何做人,现在就更不在话下了。 各位看官,你们说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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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